我被这对夫妻惊到了 两口子在连云港卖海鲜 最近一个月卖了2514万 最牛逼的是整个团队居然不到10人 喜哥洗扫原本是开小超市的 两年前试着用短视频卖海鲜 发现居然比超市好赚多了 于是关掉超市专攻短视频 不到一年时间就吸粉222万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早期内容都为大口吃龙虾的浮夸表现 虽然也赚了不少钱 但比起一个月带货2500多万 终究是蚊子肉 直到他们学会 轻剧型套路 为老婆增加蹭饭嫂子形象 脚踩破洞的拖鞋 骑着飘移的单车 踩点出现在大家的饭桌前 抢着吃菜 嫂子人设加蹭饭剧情 加痛快吃饭的感染力 一连十几条视频火爆出圈 一个月带货2500多万 什么叫逆天改命 这就叫逆天改命 这套玩法尤其是和餐饮 家居健身等行业 塑造一个接地气的人设 到餐厅蹭饭 家居店蹭睡 健身房蹭炼 这类轻剧情最符合短视频平台调性 左下角有多达16个行业的爆款玩法 不活你来找我